有一天,有人回稟黃夫人說,習仁哥花治芳說母親病重傷的女兒來求恩典給他接習仁回去看看。 黃夫人說,人家母女一場,誰不讓她去? 這頭就叫鳳姐來,讓她著情去辦理。鳳姐就回到房間,就叫周瑞的女人去告訴習仁。 又吩咐周瑞的女人說,你叫一個跟出門的師傅,你兩個小大小丫頭跟著習仁去,外頭派四個年紀大一點的跟車,一輛大車你們坐,一輛小車的丫頭坐。 周瑞的女人就回應了,剛剛想走,鳳姐就說,那個責人很隨便,你告訴她是我說的,叫她穿幾件顏色好一點的衣裳,拿個大包袱,包一包衣服帶她,包袱要靚一點的,手奴也要拿好一點的。 林秀叫她來給我看看,周瑞的女人就回應了,半天,果然就見習仁穿戴好來了,兩個丫頭和周瑞的女人就拿著手奴和包袱。 鳳姐看見習仁頭上,帶著幾支金釵珠穿,都幾華麗的。 又看見她身穿桃紅白紙,黑絲銀鼠傲,沖綠盆金,彩繡棉裙,外面穿著青短灰鼠裹。 鳳姐就笑笑笑,這三件衣裙都是太太的,想給你好像好,但是那件寡刀又嫂一點。 現在穿的又不夠暖,你應該穿一件長毛的。 雜人說,太太就給了這件灰鼠,還有一件銀鼠,說到年尾再給長毛的。 馮姐說:"我有一件,我嫌疑毛鞭弄得不好,只想拿去改,不如給你穿吧,等年尾太太做的時候我再做,就當你還給我吧。 眾人都笑就說:"奶奶懂得這麼說,你長年大手大腳,不知道偷偷幫太太貼了多少東西,貼了又不貼,哪裏還跟太太計算的。 現在說得這麼小器,拿來笑吧。 馮姐的笑話說:"太太,哪裏想到這些,究竟又不是什麼大件事。 不過再不管一下,亦是關大衛的體面。 唯有我自己虧底貼出來,將你們的人打扮得體面一點,我就留個好明星就算了。 如果一個一個像煎焦饅頭一樣,人家就笑我當家,把人弄成乞丐一樣。 眾人聽了都說:"誰像奶奶你這麼聖明的,在上體貼太太,在下又關照下人。 那麼這裏說,這裏看見鳳姐叫平兒,拿了昨天她穿那件石青黑絲,八團天馬皮瓜來,給了個雜人。 然後,鳳姐又看看包袱,只是一個彈麥花齡,水紅醜梨的夾包袱。 裏面只是包著兩件半身舊的棉袄和皮瓜。 鳳姐就叫平兒,拿過一個玉色醜梨的多羅梨的包袱。 又叫她包著一件雪果,平兒就拿出來了。一件半身舊大紅星星尖的,一件是大紅雨沙的。 雜人就說,一件就受不起了。平兒就說:"你拿一件星星尖的,那件雨沙的,我順手拿出來的,叫人送給營大姑娘。 昨天這麼大雪,人人都不是星星尖,是雨沙雨短的。十幾件大紅衣裳,拍著大雪多好看呀。 只有袱陰姑娘,穿著那件舊尖頭筷子,更顯得拱腰縮背很可憐。現在就給她了這件。 鳳姐,就笑笑笑笑笑笑笑,我的東西她私自拿去給人,我一個很少,加上你,更余的,更壞笑笑笑笑。 眾人說:「都是因為奶奶你平日孝敬太太,痛愛下人, 如果奶奶你平日小小氣氣,顧著東西,不顧下人, 那屏姑娘怎麼敢這樣做?」 所以我說知我心的,就算屏兒她知三幾分。 然後馮姐又吩咐雜人說:「你娘好了就算, 如果是不中用,那你儘管多住幾天吧, 打發人來回給我知道,我另外打發人送鋪蓋給你, 不要用別人的鋪蓋和梳頭的東西。 接著又吩咐周瑞的女人說:「你們也知道這裡的規矩。」 周瑞的女人說:「知道的,我們去到那裡, 就叫他們那些人回避,如果是住在那裡, 一定另外要一兩間內房。」 說完,她就跟了雜人出去, 然後吩咐預備燈籠, 於是一起坐車,就回到花字坊的家裡。 那這頭馮姐,就叫了怡紅丸兩個媽媽來, 就吩咐他們說:「雜人怕不回來自的, 你們平日熟悉那些大丫頭的, 就派兩個比較適合的,在保育房裡搜東西, 你們也要用心照管,不要有得保育胡鬧。」 兩個媽媽出去了一陣子,回來就回話了, :「派了情文和蛇魚在裡面, 我們四個本來是輪流管看東西的。」 鳳姐搖頭又說:「晚上要催她早點睡, 早上要催她早點起床。」 老媽媽認了聲,就翻車了。 一陣子,果然周遂的女人就帶信來告訴鳳姐, 就說雜人的母親已經死了, 停床還未入廉,雜人回來了。 鳳姐就回名王夫人, 一邊就叫人去大官員, 拿雜人的鋪蓋莊簾送去。 補玉看著情文蛇魚兩個打點妥當, 送了東西去之後, 情文蛇魚就卸了壇妝, 換過裙奧。 情文就坐在炭盆上面的罩籠那裡。 蛇魚就笑她說:「你不要扮小姐了, 我勸你動一動。」 情文就說:「等你們先走了, 我才動都不遲, 有你們一日我就先受用一日。 喲,好姐姐,我鋪床, 那你就把穿衣鏡的肚子放下, 拿上頭的籤子壓住, 你比我高吧。」 那這頭說, 蛇魚就去跟寶玉鋪床了。 情文就嘻嘻笑了一聲, 嗯, 人家剛剛坐暖。 這時候寶玉正坐在樹上, 想著雜人母親不知道是生是死, 聽見情文這樣說, 就自己起來出去, 放下鏡頭, 壓上小籤子, 進來就說:「你們暖一下吧, 行了。」 情文就說:「都是不暖得了, 湯婆子還沒拿來。」 蛇魚就說:「 啊,這樣你又想不到吧, 寶玉平日不用用湯婆子的, 我們在昏龍上面睡又暖, 不和外面礦金冷的嘛, 今晚就不用湯婆子了。」 寶玉就說:「 這樣說你們兩個都在上頭睡嗎? 我外面又沒有個人, 我很怕的, 一夜我都睡不著的。」 情文就說:「 我在這裏, 蛇魚在外面睡, 說說一下, 就已經是二更天了。」 蛇魚放下鏡頭, 拿開燈子點燥香, 服侍寶玉躺下, 兩個人才去睡。 情文就自己躺在昏龍上面, 蛇魚就在暖角外面。 到了三更之後, 寶玉睡著, 就叫雜人, 叫了兩聲, 沒人拍。 寶玉醒了, 才想起雜人不在, 自己也覺得好笑。 情文醒了, 就叫蛇魚, 蛇魚不知道, 情文就笑他說:「 連我都醒了, 他手在旁邊都不知道, 整個死屍的。」 蛇魚翻身, 打一個喊怒, 說:「 哎呀, 他叫雜人, 沒關我什麼事。」 就問寶玉做什麼? 寶玉說要喝茶, 蛇魚立刻起床, 就只穿著紅臭小棉袋。 寶玉說:「你披上我的袋子去吧, 陷著冷親。 蛇魚聽說, 禮手拿起寶玉, 晚上起床, 披著刁皮大襯暖袋, 披著新泥, 走去在盤上洗手, 先倒一盒溫水, 拿大掃口給寶玉掃口, 然後拿一隻花碗, 先用溫水浪一浪, 然後在暖壺倒半碗茶, 遞給寶玉喝。 他自己也浪浪的口喝了半碗。 情文就叫他:「 好妹妹, 你給我一口喝吧。」 哼, 你愈發得癡啊! 好妹妹, 那明晚你不好動, 我服侍你一晚。 蛇魚看見他這樣說, 就只好服侍情文掃口, 又倒半碗茶給他喝。 喝完之後, 蛇魚就說:「 你倆別睡著, 先聊聊, 我出去走走才回來。」 哎呀, 外頭有鬼啊, 等著你的。 寶玉就說:「 外頭一定是好好月光, 我們聊天, 你去吧。」 說說說, 還咳了兩聲, 蛇魚就開了後門, 揭起尖簾, 一看, 果然是好月色。 情文等著他出去, 就想嚇嚇他玩。 情文似著平日大膽過人, 不怕冷, 他又不生氣, 穿上衣服, 只穿著小蟲, 就捏手捏腳跟著他出去。 寶玉就勸他, 欣如冬餐, 不是好玩的。 情文一尾灑手, 就跟著蛇魚出了房門, 只見月光如水, 忽然一陣微風, 哎呀, 侵蟹透骨, 不敢無骨悚然。 他心想, 怪得人家說, 熱身不要被風吹了。 情文一下子, 就懶得貼貼身。 這一頭, 他剛才想去嚇射魚, 就聽見寶玉在裏頭大聲喊, 情文出去了。 情文就快點回進去罵他, 怎麼嚇得死他呢? 你就是怕他咬死叔叔叔的婆婆媽媽說? 寶玉就說, 倒不是為怕嚇到他, 一旦你動了也不好, 二旦他怕, 一定會喊起來, 嚇醒了人家, 不說我們玩了, 反而說習人不在那一晚, 你們就見神見鬼了, 你來幫我醃好皮吧。 情文就上去幫他醃好皮, 伸手就進去暖暖的手了。 寶玉就說, 哎呀, 你手好冷啊, 我都說你陷著冷了。 又見情文, 兩邊好像塗了胭脂一樣, 寶玉就用手去摸我, 也是冷冰冰的。 寶玉就說, 快點進來暖一下吧。 話口未完, 掌聲門響, 蛇魚就方方張張的笑了進來, 哎呀, 嚇到我一跳啊, 山紫石後頭那大黑影裡, 有一句人蹲在那裡, 我剛剛想喊, 原來是那隻大鎮雞。 他見到人一飛, 飛到光的地方, 我才看真的, 如果是暮暮失失的一吵, 搞醒了人。 他一邊說, 一邊回去洗手又說, 情文出去, 我為什麼不見? 一定是他嚇我呢? 寶玉就笑笑口說, 他就在那裡, 在那裡暖著。 我如果不叫快點, 嚇到你一跳。 情文就說, 都不用我去嚇, 他已經自己嚇自己了。 一邊說, 一邊就捐回到自己的皮豆那裡。 蛇魚就說, 你跑馬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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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馬 她說著,揭起火盆上的銅罩,拿灰彈蓋好熟炭,放兩塊香料上去,罩好,走過屏風後頭,飄色了一盞燈,才睡回。 情文就因為剛才一冷,現在又一暖,不覺打了兩個黑痴,寶玉就散了一口氣話,唉,怎麼樣了,傷風了,蛇魚就說,她早起床,情文就說不舒服了,一天都沒吃到飯了,還不保養一下,還要弄鬼人家,明天病了,抵她自作自受。 寶玉就問情文,你頭氣不氣啊?情文咳了兩聲就說了,嗯,不要緊的,哪會這麼嬌亂的? 說著就聽見外面十錦格上面的致命鐘,噹噹地敲了兩聲,在外面直縮的老媽媽咳了兩聲就說了,姑娘,睡啦,明天再說啦。 寶玉就小聲就說了,不要說啦,讓她們罵啦。 那大家這次不出聲,睡覺啦。 翌日起床,情文果然覺得有點鼻塞。 貴奶奶就不想動啦。 寶玉就說了,你不要說啦,太太知道了,又叫你搬回家養息的啦。 家雖然是好,怎麼都冷點的,不如在這裏。 你在雷姦躺下,我叫人請大夫,靜靜在後門進來給你看。 情文就說啦,雖然這麼說,也要說一聲給大奶奶知道的。 要不是大夫來,人家問起怎麼說啊。 寶玉就覺得再來,就叫了一個老媽媽來,吩咐她說啦。 你回給大奶奶知道,就說情文冷親,不是什麼大病來的。 現在雜人又不在,情文如果回家養病,這裡就更加沒人了。 你還去叫個大夫靜靜,從後門進來看看,不要告訴太太啊。 老媽媽去了半天,回來就說啦。 大奶奶知道啦,說吃兩劑藥好就白,如果不好,還是要情文出去。 現在時氣不好,惹得另一個事小,姑娘身子緊要。 那情文在戀國裡面睡,就一尾咳嗽,聽了這些說話,就生氣到喊出來說啦。 我難道發瘟疫嗎?太惹給人喔。我離開這裡,看看你們是不是一輩子都沒有頭暈身熱的。 那我說著,真的要起床。寶玉就快點按住情文說啦。 你不要生氣啦。他們唯恐太太知道了責怪他們,不斷說一句而已。 你平時就一點點就激氣,現在乾火更加旺了。 正在說著,那些人說大夫來了,寶玉就走過來,躲在書架後面。 見到兩三個在後門的老媽媽,就帶著一個大夫進來了。 這裡的丫鬟都回避開了。 有三四個老媽媽,就放下暖角上的大紅瘦蜗,情文就在裡面伸出手來。 那個大夫見到這隻手,有兩隻指甲就足足三寸長的,還用染指甲的金鳳花染到紅色的。 大夫就立刻另歪了臉,有個老媽媽就快點拿一塊手帕來蓋著對手。 大夫把了一陣子抹,起來就走去外間,就跟媽媽說,小姐的症是外感內仔,近日時氣不好,都算是傷寒了。 好在小姐平日飲食有限,風寒也不算大,不過是本來血氣弱,偶然敢吞而已,吃兩劑疏散疏散就好了。 說完,就跟著婆婆出去了。 那時候,李玄就已經派人告訴後門的人以及各處的丫鬟回避了。 那個大夫只見袁中警致,就沒有見一個女子。 一會兒他出了袁門,就在守袁門的家童他們的班房那裡坐下,就開了藥房。 老媽媽就說,你老不要走著,我們二爺很囉嗦,怕還有話說。 那個大夫就說,哦,方才不是小姐,是少爺嗎? 老媽媽就偷偷笑說,哎呀老爺,難怪那些年輕人剛才說,今天請了一位新大夫來啦。 老媽媽真的不知道我們家事的。 老媽媽那間屋是我們哥仔的。 老媽媽病的那個是她裡頭的丫頭,大姐來的,什麼小姐呀? 老媽媽病了,你這麼容易進去嗎? 說完,就拿藥房進去了。 寶玉看下那條方,就有紫蘇啊,吉梗啊,防風啊,經戒等等藥。 後面又有紫實麻黃。 寶玉就說,該死,該死,該死,把那些女孩子當我們這樣醫,怎麼可以啊? 有什麼內製都好,怎麼受得紫實麻黃這兩味藥呢? 是誰請來的?快點打她,再請她熟的來。 那個媽媽就說,用藥好不好,我們也不認識的。 家下叫人請王太醫而已。 知道這個大夫不是叫總管房請來的。 那些繳馬錢也要給人家的。 給多少啊? 小得仔也不好看的。 我們這樣的門戶比例,至少都一兩啦。 那王太醫來給多少啊? 五王太醫、張太醫,往時來呢,就沒有付錢的。 一年急急埋給四折送禮。 規矩是這樣的啦。 這個大夫新來一次啊,要給一兩的啦。 那寶玉就叫蛇魚去拿錢。 蛇魚就說,啊,我又不知道花大奶奶放了錢在哪裡呢? 寶玉就說,我時時見她在貝殼花七櫃子裡拿的,我給你找。 那兩人就來到堆雜物的房裡,開了一個櫃子。 上一格,都是那些筆墨啊,鮮啊,香餅啊,各式各樣的荷包啊,韓金啊等等。 下一格呢,就有幾吋錢。 打開一個櫃子,就見到一個羅仔,就放著幾塊銀。 還有一把櫃子。 蛇魚就拿了一塊銀。 拿去櫃子,就問寶玉了。 哎喲,哪顆星是一兩的啊? 寶玉就笑了。 你問我啊? 哼,這樣就有趣了。 你變了剛剛來的? 蛇魚就笑了。 她又想去問人啊。 寶玉就說,你選一塊大一點的給她就是咯。 又不用做買賣,計那麼清楚做什麼。 那麼蛇魚呢,就放下她來等,就選了一塊, 拿手來抖一抖的份量,就說了。 哼,這塊派有一兩了吧? 你那些少了,比那個窮大夫笑話。 不是說我們不識稱,是說我們小氣而已。 那麼那個媽媽呢,在外頭就說了。 哎喲,那是五兩啊。 啊,夾了半邊去,就剩下這塊,至少還有二兩的。 現在又沒有夾錢, 那麼姑娘就拿個小一點的啦。 蛇魚早就掩好櫃門出來了。 她說,哪個去找啊? 多了一點,你就拿去咯。 寶玉就說,你快點叫冥煙請王大夫。 喂咯,婆仔接了銀,就去了。 一陣間,冥煙果然就請到王太醫來了。 把過脈之後,王太醫所說的病症, 跟剛才那個說的差不多。 只是藥方上面,就沒有了紫實麻黃的兩尾。 反而就有當歸、陳皮、白卓等等。 份量還減輕了一點。 寶玉就歡喜了。 這才是女兒家用的藥, 雖然要疏散,都不可太過。 去年我病了,是傷寒全壘,飲食停滯。 她看過之後,還說我不受得麻黃、石膏、紫實這些這麼厲害的藥。 我和你們一比,我就像野墳地長的幾十年的老陽樹。 你們就像秋天到我那裡才開的白海堂。 連我都不受得的藥,你們怎麼受得啊? 蛇魚他們就笑了。 啊,野墳地,只有陽樹嗎? 難道沒有重拍啊? 我最不喜歡陽樹的了。 那麽一棵大笨樹,只有一點點葉, 有些風也亂響的。 你偏就給他了。 太過下品了。 寶玉就說了, 重拍我就不敢給了。 連孔子都說了, 衰寒然後之重拍之後雕也。 可知這兩樣東西的高雅。 不知醜才拿他亂給的。 那麽說了, 就見婆仔拿藥來。 寶玉就叫將那些煎藥的銀釣拿出來, 就放在火盆裡煎藥。 寶玉就說了, 被他們拿去茶房那裡煎, 搞到這裏一股藥味怎麼可以呢? 寶玉就說了, 那些藥味, 比起一切花香果香都更雅。 神仙採藥煮藥, 高仁雅至製藥採藥, 最妙的就是一樣。 我這房子各式都齊備, 就是差點藥香, 現在正好齊全了。 一邊說, 一邊就叫人放上去煲了。 這頭又叫蛇月, 打點好些東西, 就派老媽媽去看看雜人, 勸她不要哭。 日日安排妥當, 寶玉才過去假母和王夫人那邊問安食飯。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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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因為呢, 不用講, 這次 אח cocktail一個空間。 是聽到對著。 子滿